嗨 欢迎收听故事发射台 准备好和陶喜老师一起展开冒险了吗 噼里啪啦碰 碰 噼里啪啦碰 故事发射咯 嗨 大家好 欢迎回到故事发射台 我是陶子老师 我今天要说的故事呢 很多台粉们可能都已经听过 那就是日本作家左野杨子的 活了一百万次的猫 封面的虎斑猫 拥有一双充满灵气的绿色眼睛 以及虎斑与唇白相间的身体 跟我们家那一只蓬蓬很像 上一集我有介绍 蓬蓬是在兽医院领养的一只流浪猫 对不对 去年啊 这个时间十月的时候 他突然在家里心脏病发 然后呢就住进家户病房五天 医生那时候跟我们说 他应该只剩下半年 但也可能随时会离开 这本书啊 陪伴着陶子老师 度过很多个难过的夜晚 今天想要分享给大家听 这本书的图文创作 是左野杨子 翻译的人呢 是林真美 那故事要开始咯 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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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发射咯 活了一百万次的猫 有一只一百万年都不死的猫 喵 他死过了一百万次 也活过了一百万次 是一只了不起的虎斑猫 有一百万个人疼爱过这只猫 有一百万个人 在这只猫死的时候都哭了 但是猫连一次都没有哭过 有一次猫是国王的猫 猫很讨厌国王 国王会打仗 一年到头都在打仗 他把猫放进一个特制的篮子里 带猫一同上战场 有一天猫被飞剑射到 死了 国王在激烈的决战中抱着猫哭了 国王放弃打仗 回到城堡 然后把猫埋在城堡的花园中 有一次猫是水手的猫 猫很讨厌海 水手带着猫走遍世界的海和港口 有一天猫从船上掉到水里 猫不会游泳 水手赶紧拿网子将猫捞起来 但是这只湿哒哒的猫 已经死了 水手把像条湿抹布的猫抱在怀里 放声大哭 然后把猫埋在遥远的港都公园树下 有一次猫是马戏团魔术师的猫 猫很讨厌马戏团 魔术师每天都把猫放进箱子 再拿锯子将猫切成两半 然后再把毫发无伤的猫从箱子取出来 并因而赢得热烈的掌声 有一天 魔术师一不小心真的把猫切成两半 魔术师两手搁拎着半只猫 放声大哭 没有人鼓掌 魔术师把猫埋在马戏小屋后面 有一次猫是小偷的猫 猫最讨厌小偷了 小偷和猫像猫一样的在夜路中静静走动 小偷只到有狗的家偷东西 狗对着猫吠叫的时候 小偷就会趁机敲开警骨 有一天 猫被狗咬死了 小偷把猫和偷来的钻石一起抱在怀里 在夜路上一边走一边放声大哭 回到家以后 他把猫埋在小小的院子里 有一次猫是孤独老婆婆的猫 猫最讨厌老婆婆了 老婆婆每天抱着猫 坐在小小的窗前看风景 猫在老婆婆的腿上 一睡就是一整天 终于 猫老了 死了 有气无力的老婆婆 把死去的老猫抱在怀里 哭了一整天 老婆婆把猫 埋在庭院的一棵树下 有一次猫是小女孩的猫 猫最讨厌小孩了 小女孩不是背着猫 就是紧紧地抱着猫睡觉 哭的时候 她就拿猫背上的毛 把眼泪擦干 有一天 小女孩背着猫 可是猫的脖子 却被背带勒住 然后死了 抱着脑袋瓜 晃来晃去的猫 小女孩哭了一整天 然后 她把猫 埋在庭院的一棵树下 然而 猫 根本就不在乎自己死了 有一次 猫不属于任何人 猫是野猫 猫第一次当了自己的主人 猫最喜欢自己了 不管怎么说 她曾经是一只 了不起的虎斑猫 当然 她现在也会是一只 了不起的野猫咯 所有的猫小姐 都想要嫁给这只猫 有的送上大鱼 有的送上上等的薯肉 有的也会送 稀有的隔早猕猴桃 另外 也有替猫 舔舔虎斑猫的 猫说 我可是死过一百万次的 你们有谁配得上我啊 猫喜欢自己胜过任何猫 只有一只美丽的白猫 看都不看它一眼 猫走到白猫身边 它告诉白猫 我可是死过一百万次的哦 白猫只是 哦 的一声 猫有点生气 毕竟它是那么的喜欢自己 第二天 第三天 猫都跑到白猫那说 你连一次都没有活完耶 白猫仍然只是 哦 的一声 有一天 猫在白猫面前 咕噜咕噜咕噜 的表演了 三次空中旋转 然后告诉它 我曾经是 马戏团的猫哦 白猫只是 哦 了一声 我可是一百万次的哦 猫说到一半 改口问白猫 我可以待在你身边吗 白猫 嗯 了一声 猫 从此和白猫 形影不离 白猫生下许多 可爱的小猫 猫 再也不会说 我可是一百万次的哦 这样的话了 猫喜欢白猫 和这群小猫 超过了 喜欢自己 终于有一天 小猫们长大了 它们各自出门闯天下 这些孩子们 都变成了不起的野猫了 猫很满足地说 白猫 嗯 了一声 然后从喉咙里 发出温柔的 呼呼呼的声音 白猫有一点点 像老太婆了 猫啊 变得比以前 更温柔 它也从喉咙里 发出了 呼噜呼噜呼噜的声音 猫希望和白猫 永不分离 只是有一天 白猫在猫的身边 安安静静地 一动也不动了 猫第一次哭了 晚上也哭 早上也哭 晚上也哭 早上也哭 猫啊 哭了一百万次 一天 一天又一天 直到有一天中午 猫才不再哭泣 因为猫在白猫的身边 也安安静静地 一动也不动了 猫 再也没有活过来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猫 再也没有活过来了吗 桃子老师自己觉得 只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深深地爱过一次 一定会胜过 不懂爱是什么的 一百万次人生吧 那对你来说 你深爱过谁吗 OK 那故事说完咯 虽然猫最喜欢自己了 但 我们都爱过 也都被爱过 这样就圆满了吧 最后 故事发射台的YouTube频道 已经上架了 里面除了故事以外 还有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帮我 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就下周见咯 拜拜